东京上野人行艇老店密集程度 堪比便利商店 街道上出现了台湾百年历史的 芋头饼家 日本不产芋头 没吃过着风味的日本人 形容口感像是地瓜 引进这个紫色旋风的是他 来自基隆七年级的程家旭 芋头在日本是没有的 那没有的东西就是你的机会 不同于台湾芋泥产品 可以保存三天 日本受限于气候干燥 放到隔天就会影响口感 产品当天就得卖完 因为之前珍珠很流行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是小颗的珍珠 然后我们听起来就 它听过的东西 那我们的蛋糕就是 像台湾那种Castella 就是蒸蛋糕的口感 配上芋泥 那它就有兴趣 日本近来掀起一波哈台旋风 凤梨酥品牌维二山丘 基隆莲珍过于喜丙 还有甜品类的仙芋仙 纷纷插起东京 就连红芮珍三明治 明年在日本也有展店计划 大甲产的芋头 一年要用掉二十万斤 很难想象老店招牌 这处发明竟然是剩余馅料 怕浪费 因为我们其实以前有做生日蛋糕 然后有做面包 然后那时候我爷爷他们的想法 就觉得说那我那个芋泥球蛋糕做剩的 馅料就要很浪费 青年级第三代 让家里百年招牌踏出台湾 期盼能够征战世界 三立新闻中心杨芋欣 日本东京采访报导